我看到你从高中就出道了 这个进入五光十色的演艺圈 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行业 不过你第一年就想要解约 为什么 后来又留下来 这一流就是十年 2002年入行 然后2002年就想退出 然后没想到 称一下又一年 称一下又一年 就称称称都第十个年头 转眼就过了 但是回想过去做过一些什么 还原来真的做了挺多东西的 多到我自己都不太 不太想象得到自己能做得到 就等于小天问我 我拍过几部电 想了一下 当时我 五十 五十多 差不多 他才拍第三部还是第一次的部电 我说你看你多幸运 然后 对啊 就是 其实这十年你说很容易过 很难过也可以 反正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 每一天都有新的困难 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 但是觉得一点后悔都没有 反正可能自己的性格是觉得 是喜欢挑战的一种性格 而且希望过一点 比较 不是不平凡 就是有 有纪念性的感觉 如果你要我每天 回公司 坐在那边 签合同跟 打电脑 工作 我可能会发疯 因为我不是那种性格的人 好 这个十年五十多部的电影 还获得了韩国影帝 成绩不错 但是感觉上好像到了志明与春娇 对你来讲 这个迈入一种新的里程碑 演技也更宽广 我听说这是你最喜欢的作品是吗 我一直在 都在 等待 这个剧本的出现 说实话 其实我最喜欢是拍 很生活的东西 很 很像 纪录片的感觉 有点像 以前有部老外片叫 《Before Sunset》那种 两个人在 一直在讲话讲话讲话 生活的东西 但是 你知道演员都是很被动 一直等到 《Before Sunset》出现 然后 其实我认识《Before Sunset》也是 很久很久 其实中间大家没合作过 有客串口来过他的电影 然后到 大家拍出来的 之前 都没太多人 觉得 我们这个 这个想法是对的 大家都觉得 听了没太多话说 然后就觉得 还可以吧 这样 就自己到出来 以后 才 没想到 都没想到 有那么大的回想 这样子 但是也很开心 就是自己喜欢的 没想到 我跟导演喜欢的东西 原来是真的没错 是 有时候你喜欢演这个小人物 这个《平凡中见真情》 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好像你常会做一些 不平凡的事 比方说 想到哪 做到哪 听起来蛮疯狂的 我常常都不可思议 就是 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比如说我今天 可能很想 我想到很想去 一个地方 可能晚上就去 可能 我有一次吃过 早晨起来 很想去巴黎 然后晚上就订 就直接买机票去 我只去了三天 我就回来 很奇怪 而且你到酒店 好像如果看不顺 你会把所有东西都搬一遍 对 以前会 现在OK 要接受 我觉得有点麻烦 因为搬来搬去 现在已经有 已经没有那个毛病 但是我觉得 我是一个比较学性的人 在演艺圈里面 有一点蛮特别的 就是对于这个婚姻啊 爱情啊 很多明星都不肯谈 但是你坦然自若 藏不住的渴望 你说你希望 在三十五岁以前 结婚生子 真的假的 是啊 但我怕会 推延迟一点 我只怕会延迟 延误到世界 因为 我真的太忙 现在我连 就是谈恋爱的对象 都没有找到 所以 说实话 我觉得 如果我真的有对象 我绝对会公开 跟大家分享 或许 我不会回避大家一些什么 因为这些我觉得 什么年代 大家都很开通了 不会觉得怎么样 只是真的没碰到 还没碰到觉得 对的人 然后 可能也是因为 家庭的影响 我觉得这样的影响挺深的 因为 我爸妈也是一个 家庭管理很重 很圈通的一个家庭 所以我也觉得 应该需要 到一个 某一个阶段 就该做某一个事情 所以 我们看到 目前的很多成就 都是牺牲 还有付出换来的 不过现在很多年轻朋友 都想进演艺圈 会希望你用过来人的身份 是不是给大家一点建议呢 我觉得现在香港也很多年轻人想 想进入我们这个行业 我觉得 可能大家很多年轻人 大概是看到 觉得 很多人追捧 很多 很多爱自己的人 在支持 他们自己 或许 很容易可以一叶成名 等等 其实我觉得 如果大家是因为这个东西 而想入行的话 大多 可能想错了 因为其实 在他们站在台上 被宽呼的内刹那 是最后一步 其实之前可能要做 一百步的功夫 可能你要受过很多训练 受过很多苦 你要一步一步走上去 最后才会走到那个台阶 然后 然后 你可能 因为香港现在 一个礼拜就修两天嘛 可能我大概头三年 都没有修过一天假 其实 你要不断地付出 不断地 给很多的时间跟努力 才会有可能成功 而且我自己 算是幸运的一群 可能有很多 比我自己更努力的人 也未必 有一定的回报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 赌博性跟 就是 很 远远比你想象中 辛苦的一份工作 所以 如果大家都 听完以后 都觉得 还想试的话 你就 你就试吧